要吃錢更重要 然後你要低出大量四費二陣容的一個版本 那主力陣容有這個秘遺法洛士 就是槍手法洛士 然後通常是開兩槍 然後開拼多多的高級版 然後還有保護戰士 就是以前的卡馬劍金的套 現在其實更多時候會優化成 自戰然後卡特 卡特劍機關然後再帶個馬卡莉 那後面的後面的後面的三妖精 米里歐瑞空要放到 然後後期有摩甘娜的話可以開三保護 巴德米里歐瑞空這樣形成一個 比較好的妖精加學者的網屋閉環 然後會取代掉原本的卡馬 但如果卡馬二清的早 比關二清的早很多的話 那就還是玩以前的那套時空 時空戰士這樣都可以 就是看哪邊胡得早就玩哪邊都ok 然後再來就是上版本很熱門的 五妖精拼多多 你上版本有玩到這個 克里是大嗎就是妖精拼多多這個 沒有 那版的說就沒玩 好那我再說一下 妖精拼多多克里那套的話 就是在少裝局玩會特別強 因為那套 五妖精會疊兩個裝 一個是克里的皇冠 一個是瑞空的坦裝皇冠 那你等於說你只需要 克里雙鬼鎖 然後瑞空出兩個坦裝 就能領得住 那剩下多餘的就是什麼 什麼均衡法醫救贖啊這種的 可以出一出 那這一套的話就是在少裝局玩會特別強 或者是你有 很合適的那個妖精天賦的時候去玩 會比較強力一點 然後這套大概就是這幾套陣容 是阻隔的慾瓶 慾瓶四倍陣 那其他陣容就是需要有一些特定的轉值 或者是一些特定的 強化再去玩 那會比較好 那常規的話就是用這幾套作為基調 然後穩定上分 就可以爬得蠻不錯的 我有玩到 讀果那個版本 後面更新以後你沒玩 沒事正常的理解 因為其實很多人 玩一下大概後面要 限時要忙肯定先忙限時是什麼 然後過段時間再回來玩 最小... 其實好重要 再虛擬 再虛擬 試試看 這是好 Drug 判像以,裡面 ない晶擬 來 沒有人避免我的 大傷 好 就onna 我的 剛才 那你有比較想要傾向的 就是我剛剛講的那陣容裡面 你有比較想傾向的哪邊去玩嗎 就你有可能比較熟悉 或者你比較喜歡哪個 陣容傾向 那我就盡量我們就帶兩邊 再帶一下說 怎麼樣去搖啊 怎麼樣去弄啊這樣會好一些 還好 太清楚 還對 ok 好 沒關係 不太能理解為什麼 主要精少裝局會特強 不是啊 主要是你給那幾張我快錢的卡 不是這麼重要啊 4分23裝的時候肯定是最強戰鬥力的 最容易鎖血 強度是相對論的 ok 這裡你有什麼比較偏好嗎 如果沒有偏好的話 因為蜘蛛女皇戰本是不能玩的 所以二次會直接刷掉的 那絕心的戰士是可選的 1跟2都是不錯的選擇 1的話就是主戰士 那2的話就是開蹲直接耍飛 ok 二戰士很有信心 那直接選戰士絕心 那我還是戰士了 先拿 先拿那個三血術吧 直接升等放三血術 然後有阿卡莉跟尼拉可以放 好 我看錯了 他吊死那個 我誤會了 他可以擺一波 他天賦劍啦 但就先隨便給個什麼愛希先頂個用 那這把就是可考慮賭戰也可以考慮用玉銀戰 玉銀六戰或者是賭戰士 他應該會賭戰士會多一點 因為第二天拿戰士轉的話大概率會是賭戰士 你還是比較喜歡賭狗是不是 如果看你毫不猶豫 直接就選了賭戰士轉 因為你說 這到三要給他二嗎 一個不用 冬麥可以吃 冬麥可以吃一起來70塊吧 70塊好一點 因為沒有移壓進場 因為像我剛剛不是在講 就是這版本很多人都會 傾向於去玩那個 開墩嘛 那那就是所以才才會說你完全不猶豫 就直接選擇拿一了 當然這沒有問題 因為就看個人傾向 玩戰士也是ok的啊 他準備心頭拉了 還是會是戰士戰士結束 這可以抓也可以不抓 這看你 這個 這個是可抓的也可以不抓 好 這個裝就不合了 因為戰士需要直接做那種 呃 銀鐵啊夜色啊 然後無盡啊之類的 所以這邊全球一定要拿大劍 我們很缺傷害裝 那這句話我們可能 還是要標記一下好了 等一下看完下一個牌 我們要拿的 沒有拿沒有拿完 我們還是標記下六戰 好 然後順便講一下平常的 四戰的閉環 ok 卡特來了 來我們看一下小企鵝吧 按下那個計牌器 那兩塊錢的戰士是 尼拉阿卡莉 然後三塊錢的是卡特 發呃 然後關限機 那平常的話來講是沒有尼拉的 因為平常你不玩六戰 尼拉是不必要的 所以平常來講是沒有沒有這個尼拉 然後我們可以再按一下那個 呃瑞空 米里哦 然後還有三塊錢的巴德 在卡特躲上角 好這是比較常見的戰士閉環 因為會沒有 哦 按到 好沒關係 再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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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 這是比較常見的戰士閉環 然後 因為會有個巴德要放 那你後期就是有摩甘娜的位置 頂替掉那個 那個尼拉的位置 那這樣就是會一個比較完美的擊敗 那多餘的人口就是你 flex 的位置 你可以放五塊錢的惡行 或者是放 貓咪都行 然後這是比較常見的 如果你有六戰的話 還是六戰優先 因為六戰效果太好了 先搶中位吧 要拿大劍 所以我會選擇 悟空跟那個 維克斯是最好的 因為你很學你很學打劍 那如果你要賭狗的話就不一樣了 賭狗的話就是 雖然也是那基底的那五隻戰士 加上一個專職 但就是你賭狗的情況下 尼拉是會需要賭的 那這個時候呢 我們會根據你的阿卡莉 有沒有三星判別說 到底要不要掛 三打手 你如果今天阿卡莉有三星 你可能會選擇放 人馬克里 然後掛三打出來 因為這樣會更強一點 那你還需要一個剩 就有堡壘三打的那個 找毒狗了 ok 尼拉可以先換那個 先換阿卡莉吧 先狗一下 他這個可以拿一下 我們這把因為要賭的關係 我們可以選擇直接做無盡尼拉 尼拉身上的裝備跟傳統標準戰士 會有點小落他 尼拉更傾向於拿暴力的三件套 那傳統戰士希望拿 銀血血手 吸血那種裝備 那這把既然我們選擇要賭的話 我們就是選擇 先把尼拉的裝給做的最好 這樣會強一點 無盡 對無盡直接做 這把的話應該是無盡引血吧 沒意外的話 他實在不行也可以敲掉 因為他有個敲裝器 戰士的 組成的話 比較不需要標準的肉裝 就是你不用出什麼石像鬼盤盒 或者是出個什麼耗戰之類的 但是你打工如果有用到 你還是可以留著 就可能抓個二星尼克或者瑞空 讓他拿那些坦裝 但基本上通常講戰士是不太會去拿這個 肉裝的 那像這局啊 因為我們要毒狗 然後我們就是連敗開 所以下關我們會故意擺爛 我們可能會選擇放 這隻戰士上去 然後讓你可以最大化吃到錢 就是放兩張卡利 換掉那一隻新蘿拉跟艾希 這樣子你可以最好的擺爛 好可以換這個千萬別惡 再放一張卡利拿艾希 好這樣子的話可以最大限度的擺爛 然後我們可以選擇先把這個 加里歐賣掉 因為艾希會是可能用得到的 你如果等一下阿卡利有要賭的話 你可以選擇用 三打手的艾希 然後加上可能鐵南 當作一個三邪術的過渡 那新蘿拉有二星的情況下 也沒有必要那麼著急賣 因為他 可能會比鐵蘿來得更好 那我們這邊就擺一波爛 把錢給吃好 那這裡也有的人會選擇就是直接全賣 就是艾希不要了 然後新蘿拉那都不要了 我們選擇吃 40塊的利息 這是都可以抉擇的 看你比較喜歡哪一種 那我可能會選擇賣掉的那一種 因為我對新蘿拉跟艾希沒什麼感情 所以我會選擇吃40塊 不用 那我們也是選擇吃40 那就是等下6等這波會比較重要一點 等下野怪的話 我們需要上5等 然後可能要集中擺右邊 那這樣子才能夠擺野怪打死 不然這個有點抖 就可能會打出野怪 現在打野怪 擺爛的情況下就是要盡量擺一個擺的好一點 可以升等 然後放個 放個妮可或蜘蛛放在左邊 然後其他戰士都還要右邊去吧 對 而且現在三類戰士往右走 你壓去右邊 最右邊 好啦應該不會打輸 你暫時轉給給那個吧 暫時轉給妮可吧 四戰應該是不會打輸啦 但是你這樣子 如果你在有些對局你連敗 蹲太低你會打輸野怪 你打野怪你要先集火秒在右邊那隻野怪 而不是打左邊兩隻那隻野怪 那應該是會打你的 所以沒關係 裝備有點錯 可能等下考慮敲裝了 ok 這是一定要敲裝了 好 我會建議拿個卡特卡特二型 這個一變二我覺得可以拿 你可以抓個希克斯跟索拉卡 拿個一變二 因為反正你也沒有那個 啊他這變三嗎 對不起我看錯了 呃沒關係 好我想一下 人馬可以先不用賣 人馬先換那個 妮可 然後再轉給人馬 等下再拆裝就好了 這裡裝備肯定要敲了 我會建議可以做個火斗加夾在卡特身上 等下把他裝備給敲掉 因為卡特已經餓了 貝殼我們會想留嘛 那火斗跟夾這些是不要的 那我們等下可能會想把他敲掉 其實這把可以賭卡特的 看等下裝備怎麼進 因為卡特進的比尼拉跟那個還要多 沒有一定要賭尼拉 他無盡後期給劍機也可以 所以我們可以賭三塊 我們可以賭人馬 我們可以賭人馬加卡特的 可以不賭尼拉的 這把不賭尼拉的 這把我們賭七等滴 我們迪卡特因為最佳是玩 玩那個尼拉的 還有拿尼拉過度 尼拉會不好 不好 所以我們就需要選擇去 剛好根據禁牌 決定賭三費了這樣也行 二線甩掉二不可能 那 哎 還是我們搞個燒的 還是我們一轉就贏 一根三抓掉拿一轉就贏 來搞個燒的吧 來來來一轉就贏 一轉就贏按下去 我們賭三塊 我們直接 這邊剩六等放悟空 然後我們把那個 卡特上的裝給敲掉 然後再放一隻巴德換掉那個 蜘蛛 給巴德電刀 給卡特贏血 後期可以給到悟空 可以給到悟空贏血 ok 這把我們是戰士悟空 再拿張人馬 有 這句感覺有點東西 我們等一下七等放阿里 然後先 看能不能滴出六戰來 我們這邊改一下那個 改一下那個氣吧 改一下那個兵輯器 把那個悟空兵進去 這樣就是多放一隻悟空 然後我們不要 應該是 看他不要誰吧 反正把悟空放著 我們來個六戰悟空 七等是六戰悟空 然後帶個 帶個看他他帶誰的雞飯都可以 我們來一首六戰悟空 這個血量 沒事我們3-5可以上七 你要再拿一張 這一局 這一局 這一局我們 我們 只要有滴到沒有理由輸好吧 我們來把六戰悟空 等下再轉給悟空吧 等下可能就沒那麼重要 但是可以先留一下 就等下悟空二再換 現在悟空是一星的 就沒那麼幾次換 然後我們現在的這個 裝備等下可能要添加大棒去拿 或者是再拿一個鬥士裝也行 大劍也可以 大劍或大棒都行 因為你這邊很需要 幫你的那個 卡特跟悟空人馬拿裝 應該是只要卡特跟悟空了 看這個樣子的話 人馬應該不要了 因為人馬沒那麼重要 他都拿一轉就贏了 本來那個位置是人馬的 本來是可能人馬 勝之類的 那你現在這樣的話 就完全不考慮人馬了 ok 贏了 敲關剛好啟動 看有沒有辦法拿 4塊錢的戰士 關跟 劍機都很好 我們就先拿大劍大棒之類的 要幫悟空跟那個拿滿裝 好劍機吧劍機吧劍機是最好的 這樣子等下就是看有沒有機會 在地道關就有六戰了 大棒是等下卡特的法爆 我們等下就是 第一那幾張三塊錢呢 然後我們直接上7再開第一 悟空先2 看看能不能2 好 劍機先上去看我們就會開到機 沒機會就算了沒機會就先開六戰 算我也可以其實 我們直接升等吧 然後先不拿了小低一點 低一點 ok 瑞空 阿卡利都要2 瑞空先換人馬吧人馬滾了 人馬賣了 然後給悟空站轉加無精 然後大棒給卡特 然後我們可以先停一下 你現在那個護符差多少有下一次 好那這邊先不低了 我們等一下呢 看有沒有把開參銷金 人馬跟阿里不要了 因為這把確實是沒有人馬的 我們沒有那麼多位置 一轉就贏整國局 這一局等一下看能不能 這邊出到六戰 然後帶個悟空 這樣很舒服 那個8可以先不要先不著急 他2關 最終還是要上8人口 因為8人口才有瑞空加 巴德的這個羈絡 然後就等才有比例 悟空算是一個沒羈絡的 尷尬的人 騙大把直接拿吧 就先這樣子 我們悟空躲一下好了 你讓瑞空站在悟空的位置 然後悟空站在菲若拉的位置 菲若拉跟瑞空換個位置 然後悟空跟菲若拉再換個位置 因為你要讓 悟空不要第一時間被扁 然後悟空左邊一個 然後讓他從左邊第一個走出去 這樣會比較好一點 不然你的那個悟空可能看能就被扁了 看能就被扁呢 就有點不太ok 他可能會死很快 因為他還沒有吸血裝 只要他硬起來了 我們再來讓他C會好一點 那雖然我們可以招散費綠牌 不過如果會卡手術的話 就不要硬卡散費了 就等下就只滴那些體系牌 但也是ok的 就每回合第一個護符 我們七點半滴 我們質量跟節奏都不差的 剛好是連敗轉連勝 而且這把我們算是精緻連敗 錢有吃到東西也挺好的 這種情況下錢很多 才能在3-5啟動 如果你錢沒有那麼多的話 我們就不能選擇在3-5硬啟動 因為這樣很容易炸裂 錢會不夠 會你的錢第三倍錢不夠這樣 第三倍已經加比強重 哎來關來關了 拿拿拿拿了 一拉二星嗎 關要換關要換瑞空 因為巴德可以疊個糖 我們讓他幫先幫關疊電糖 所以我們先這樣子 而且主要是你要後排放這把電刀 所以才會讓他先 先那個 六戰悟空 幹我自己都沒機會玩到 我好我好想玩一轉就贏 但是都沒什麼機會拿到 我可以撿道具吧 他有什麼道具 賣個那個對 那這樣的話 法爆卡特還是很有必要的 所以我們還是做法爆卡特吧 那剩下這兩種狀況 我們可以先不著急做 可以等下再看怎麼做 然後我們可以再低一點 把悟空低到二吧 這邊低個護符 ok拿個護符 護符直接拿了 雅人放在第一排的最右邊兩格 不要卡到悟空的位置 因為悟空還是要從那個走出去 對這樣就好了 因為關會是遠程 關跟尼拉都是遠程 他們都可以有兩格的位置 所以他們不需要放在第一排 關跟尼拉都可以下來第二排 會好一點 尼拉也可以下來第二排 另外三次戰士是要放在第一排 因為他們是近戰 他們不能 他們不能就是說 直接無視那個位置 直接打到人家臉上 那我們就每回合低個護符 那大拍可以先賣掉 什麼蛇女家裡歐 那些賣賣賣 我們就只留起戲牌 然後每回合低護符 低到就停手 然後體質量這樣子 其實能三倍獨狗 會需要你比較 多花幾回合去低 因為會比較合理一點 有一說一這一局 這一局這個悟空 我不確定他這樣拿中 是不是正確的 但是我覺得可以試試看 他有沒有辦法幫關也拿一套專好 這裡三線刷掉 會拿直腿子 因為你的戰士另外幾個人沒裝 還是你要拿金彈抖音局是不是 要用抖音嗎 冷靜冷靜先把一刷掉 拿金彈也太硬了 我會建議穩的話拿二啦 金彈的話有點拚 因為你還沒有三星的三費 來看你你想玩金彈我尊重 可以拿金彈 金彈 ok 你是主播 來那個摩甘納拿了 那我們升等吧我們升8 不低了 直接放摩甘納 ok你比主播還主播沒問題 然後我們低一下低個護符 再一下 瑞空二星 瑞空二星可以先換掉那個摩甘納 偷偷拿了 ok 沒關係 有撿到嗎 沒有撿到 可以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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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你的吧 不是不是不是 哇那不是 那有點虧 那沒撿到偷偷 找一個三塊 哇 沒事我們這裡一轉就贏不賭悟空一樣可以刺激 這偷偷讓我等一下會撿得到嗎 還是偷偷撿不到 撿不到了 因為是為了我 黑被黑三塊是嗎 對 好吧 沒關係 就先這樣吧 我們可以 先這樣子然後等一下 再看怎麼做 護符不低嗎 護符不低了 我想說還是你要低護符 不然低護符好了 我們還是低護符吧 悟空 再來 關二星 ok nice 都拿 這個都拿了 這個要拿嗎 拿拿拿拿拿 因為你是金蛋 金蛋贏差很多 卡特這把好像也可以不用追餐的感覺 可以把 裝給關了 卡特的裝可以不用拿了 等下不要追凱特了吧 卡特不要了 這個關現在應該是有資格拿裝的 有的 然後可能做藍B 藍B法爆引寫關 我們就把拿金蛋 不拿金蛋拿真出來值 我們就可以讀悟空了 但是因為拿拿了金蛋 我們還是要 要把金蛋給開出來 所以我們就不讀 要卡特賣了吧 卡特賣了 卡特賣了 等活教學局對吧 這局 這個金蛋 我反正是不敢選 這裡的話 就看我們水滴可以拿水滴 水滴 對關藍獎是最好的 藍B一些法爆關三層 那等一下可以拆裝了 嗯 等一下可以拆了 有藍B剛好 其實卡特賣也是虎爛 但是沒關係 你的經濟不允許你幾兩隻 那金蛋快獎比較重要 卡特賣不猜沒那麼重要 金蛋能開出來才是真的 來我們直接八德卡特都拿 然後藍B拆裝 好 然後藍B拆裝 關哪左邊吧 跟悟空一起 然後 那是右邊 悟空就放一本而已 然後關關去悟空左邊 對對對就這樣 對就就這樣站好一點 這樣會放在一起 然後瑞空跟劍技換個位置 尼拉在跟那個換 尼拉跟 瑞空先跟劍技換 好沒關係 先這樣吧 那卡特不追了吧 因為會卡20塊 因為我們會怕劍機暴斃 劍機暴斃的悟空跟 不換會被扁 但其實還好 這把是右戰 那算了就這樣放 不換了 悟空站外側也是ok的 有欸這局好像彈要開出來了 這關這邊都贏了 下關低個護符吧 好 你護符應該差一次吧 還差兩次 你再看一下 看一下兩次 那就低一下 剛好一次 低一下就出了 好劍機 交代多多拿了 你好 然後等一下金彈 金彈怎麼只剩5回合了 天氣不換了吧 天氣不換了 天氣就去占 那個位置就好了 因為想沒想你是六戰就算了 沒那麼容易死的 這一局好像開彈了 拿彈完全不輸 有 拿彈一波不輸 就是把悟空可能刪不了 沒事有機會的 遲早會刪 好 有點感覺很緊張耶 只是他怎麼可能很緊張 他很緊張 他還跟我說要拿黃金彈 靠腰 我都比他緊張 他跟我說他拿黃金彈 他看起來是不比他緊張緊張 要賭就賭到底 你是什麼 要賭就是要賭到底 ok 他比我我比他緊張 真的 上來就跟我說要拿黃金彈怎麼搞 我真的會不打 燈開出來了這局舒服局 他等一下會開什麼東西出來 這裡等一下下關在第一個護符 然後我們等開完蛋再上酒 因為這局看前吊的數量多寡 我們趁8等看能不能多第兩張悟空的張數 不然悟空的張數在現在有點太少了 人3我還是想要 還是希望看到悟空3的 又一個法爆 阿卡利賣掉吧 阿卡利不用金克斯也不用 那開個道具吧 限機2了 你現在有什麼裝備 看一下 對這兩天 正義吧正義吧正義正義悟空 有一說一這個裝應該是見機的 但沒關係 只要他有一轉就贏了 還有 呃不低了不低了 等下上酒了 這把可以上十 好 不然低一下吧 拿個護符吧 拿個護符低一下 好拿了 你會贏 我們很強 我相信我會贏 優勢開局 炸彈貓 這個賭定封燈應該是可以贏的吧 賭定封燈應該隨便殺吧 我不知道一轉就贏的悟空有沒有比二星經濟強 但應該是有的 而且他是個金色專屬強化 沒理由比二星經濟爛 而且他還是神裝的 哇 會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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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頂級悟空 等等一轉就贏 等等一轉就贏 幹太爽了吧這局 金蛋嚇不開了 希望可以直接上九了 開單 ok 這邊先把迷流跟摩根拉放上去 拿巴德二星 摩根拉放上去 然後上九吧 低個護符 這個感覺沒什麼用 隨便放個先隨便放個人吧 然後你這邊把那個裝備給給 偷偷給到我們的劍機身上 他妖精裝給到我們的卡特身上 另外兩個皇冠看你要不要隨便給個什麼 尼拉或者阿卡莉 這局的悟空好像刪不了了 但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就隨便放個貓咪之類的 幫他簽個線吧 有等要低悟空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就慢慢低吧 每回低護符就好了 他這護符就不拿了 因為這護符太太那個太貴了 這局算是非常規矩 自己在玩的時候 你就大概記得這個模板 就是剛跟你講到的 齊爾茨吧 齊爾茨換那個 換一隻墮出來的悟空會好一點 當然等下後頂級護符 我們低一下吧就拿個護符 好 神器拿了 看什麼 呃 就被空吧 這個好爛 這個現在是疊不出來的 這應該是1塊錢 我們現在也沒什麼好掛的 就 就是這邊放到死了 這要講就是看要不要上死吧 因為如果你沒低到小妮可幫之類的 這把悟空應該是三不了了 沒有什麼能在賭三費這版本 所以悟空就是一個很好的戰士位 或者是看要不要拿卡蜜兒 後期就是 讓一個一轉就贏 但我覺得 悟空二星的一轉就贏 應該大於二星卡蜜兒 我感覺 不然理論上來講是可以選擇放 吉林加卡蜜兒二星的 這樣子是最最完整的上線 那應該是打不到那裡的 所以就跟你講一下 然後有機會用 沒機會就算了 好 畢竟吉林已經不知道死哪去了 可能一輩子找不到 我們這把我記得是沒有重創的 不過卡特是有重創的 你可以選擇拿 可以選擇拿個偷偷 因為你人太多了 C位太多了 但是你裝太少了 沒有破口了 那就拿貴的就好了 迷里歐或者是拿那個賈克修都很不錯 剩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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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 你們 其實賈克修也好 賈克修給迷里歐 你給迷里歐硬裝備 大家就都有裝了 所以 所以是ok的 沒錯就讓他包含硬裝備 然後第個護符吧 每回就第個護符 順便滴他有沒有悟空就好 拿了 這要順便拿悟空 然後拿5塊錢的 關 吃費 靠追個3 我忘記拿來 其實不重要 其實你也沒錢 納米先賣掉 納米納米有點太貴 就這樣了 還可以 其實還是賺個二星吧 你可以看來是不要追 瑞空可能不要追 瑞空不好追 瑞空湯人也被卡了 關跟劍基 可以追看看 像你看到動態商店這種的 是一定要拿的 很多人以為動態商店不強 那我發現 他可能會不願意去拿 其實動態商店 你只要還有牌到低 都可以去拿 因為他太好 高牌了 他等於算我們經濟收益太高了 你只要有記得抓牌 都是不虧的 沒到什麼牌 其實 2 可以拿了布雷的兩張 然後低一下吧 這個龍爪不想拿 等一下這個鎖住 你想要低到爽 還是想要 你想要生死 低到爽的話 我跟你說 這個鎖著 你也 你把布雷爾跟 跟其樂師賣掉 就是賣 賣兩張布雷爾跟賣 賣一隻其樂師 然後等一下野怪打完 你就拿下這個戰車 然後低到死 想低幾下低幾下 就低到死 就直接把那什麼悟空全部追山 戰車直接開追好吧 好 我們不上池了 我們等一下野怪打完直接低到爽 然後我們就是把這個悟空 劍機關全部追山 OK我們等一下這裡就是 野怪走完 我們直接爽一爽一爽 那你也要理解一下就是因為這把是 高耍局 你要知道說基礎的邏輯 剛剛跟你講到那些邏輯 是甚麼 一樣構成的 那去場上去玩戰士安本就很好 打到高分段 來來來來來準備準備 先購買購買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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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我們要去開抽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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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玩劍機沒事沒事沒事 劍機再來 摩根拉買了摩根拉買了摩根拉買了 再來再來 再來 再低兩下 呃那個悟空賣了吧拿關然後再低 可以再低再低再低5下 再一下 好比較可惜這邊其實不用拿720 會比較好因為你奇特斯拿了你會不好 你會少少少少10下可以低 那沒關係我們這裡直接開道具吧 看有什麼道具 拿個 感覺是拿個鬼屬 拿鬼屬給迷迪歐吧 這邊就低一下呼吸就好了 再一下 好先停 就拿這個吧秘術之靈 你看他跟他打贏人家是什麼東西 你看第三名 跟他打贏人家什麼狀況 看一下 哦你等一下換右邊去捅他 你等一下要換人要換到右邊去 好 然後等一下決賽圈 如果你的劍機刪了 你就把悟空賣掉 然後把裝備都給到劍機身上 好 等一下可能你要讓劍機跟那個冠 他們去右邊會好一些 這關比較小可惜 沒有追出劍機三 不過其實也還好 有點太後期了 劍機要三了才能下悟空 劍機沒三了不能下悟空 還是會有個大福之期 這個 可以拿 因為你拿了有可能會贏 神伴可以拿 你把瑞空放在劍機的位置 然後把劍機放在你壓的位置 對然後你看一下 那個對面的擺位 然後把悟空往右邊一個 他換我手邊去了 這個人是會換位置的 因為這樣講你是要跟他對同一邊的 就是你的那個 戰士兩個要對同一邊 你不要讓他打變形 所以你要跟著他那個擺位去換 他換主你要跟著換主 對啊你沒有換到左邊的話 你會打不好 他確實有點難打 超不好贏的 沒有差一點 發變法羅斯 他死了 這邊妮可偷的好 等下不是這樣是不是死完了 還沒有還有 還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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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見機沒見機 沒有 青龍刀吧青龍刀青龍刀 青龍刀米底哦 有有我們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四倍三 再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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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衝啊 再來天賦就不管了 我們現在目的是四倍三 關 按了按了按了一律四倍 好再一下 好停了 看到第二名 算了第一彎好了 他歐拉夫快閃了 再滴一下吧 再一下 再來 再來 可惡都沒有 他忘了 他不他拔命了 沒事他死了 他知道打不過他直接歐拉夫要三了 結果他沒踢到 好吧可惜了都差一張 這把有三個四倍搶三 但沒有一個最後三了 那也沒關係 ok 那 這局應該就先這樣子 然後我們回頭 有空再來嗎